市内麻疹感染素质进一步的攀升 市卫生局昨天宣布感染的个案线增至555中 最新的7中的患者居住在石坦顿岛 相信他们分别在洛克兰县和日落公园感染病毒 市卫生局在5月23日宣布 全市麻疹感染个案达到535中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 全市又新增15中个案 新增的7名患者都居住在石坦顿岛 相信其中的6人是在3月份时 在洛克兰县接触到麻疹病毒 还有一人则相信与日落公园的麻疹爆发有关 截至星期二 日落公园一共有12个人受到感染 当局表示 麻疹自去年的10月开始在室内蔓延 77%的患者集中在布鲁克林 威廉斯堡一带 但是上星期疫情开始在 华裔集中的日落公园蔓延 现在纽约市已经将日落公园 列入病毒的防御区域 并要求该区年龄在6个月以上的婴儿 需要接种麻疹疫苗 当局指 一共有42人因为麻疹的必发症 而需要留院接受治疗 当中有12人更需要送往生窃的治疗部 卫生局局长巴伯表示 这些麻疹病例的蔓延 证明接种疫苗的迫切需要 尤其在麻疹爆发的区域生活 工作和上学的民众 应该立即的接种疫苗 目前在威廉斯堡一共有123人 因为未有遵循接种疫苗的命令 而面临到罚款 根据纽约工艺研究小组 在这个星期发表的最新的报告 纽约市的自然水指数为全州最好 原因是因为纽约市有独特的水源保护计划 而长岛的则是最浑浊 报告指纽约市限制在上桌水库和流域附近的开发工程 并把划分系统和农业的化学品污染远离水源 研究小组环境政策主管默兰表示 纽约中没有其他地方拥有如此的计划 即使是纽约市旁边的长岛纳苏线和苏浮线 自然水都没有如此的捷径 报告指两线的公共供水系统中 含有污染量的数量是全州最多 其中部分地方的二额碗含量 更超过了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参考浓度 纽约市五区和长岛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 水的来源和保护方式 整个长岛的公共供水系统 是从沉没在沙子土壤中的井中取水 这些土壤很容易受到污染 相反的 纽约市的是从上周受到保护的水库中取水 而且长岛过往的工业发展 也遗留下二额碗的问题 低浓度的二额碗会对于胎儿 甲状腺疾病 溃瘀性结肠炎 高胆固醇 直显前针 胜汉睾丸癌产生影响 在全州1600万人的饮用水中 发现23种新出现的污染物 当中包括一些已知的 会导致健康问题的污染物 另外 有640人 从私人的水井或小型的公共系统中 取用饮用水 不过当局就尚未进行污染物的测试 市长白思豪于2016年提出 新建BQX轻轨列车 以连接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河边走廊 今天市议会就举行听证会讨论计划 在听证会召开前 民间组织Friends of BQX和多名民选议员 齐聚市政厅外集会示威 希望借此推动计划落实 直通车预料2029年建成 预计耗资270亿元 根据市政府的消息 在过去几十年间 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河边地区的居民人数一直攀升 不过公共交通始终没有跟上人口发展 如果实现这个轻轨列车计划 将连接布鲁克林的Red Hook和皇后区的Australia 解决沿途40万居民的交通问题 其中包括4万名公屋居民 并能够带来300亿元的经济效益 不过有反对人士表示 地产商从项目中的得益最大 因为轻轨列车的沿线的楼价将会上涨 最后住客和小商户就会遭到破钱 一名布朗市中学的教师涉嫌强奸一名13岁的女学生 随后服用安眠药和止痛药自杀 她于昨天下午被控恶极强奸罪 布朗市莫特霍尔社区中学的28岁教师波尔被揭发 涉嫌在车里强奸一名13岁的学生 她于周二晚上服用一瓶安眠药和泰诺止痛药试图自杀 留院观察后于昨天下午被捕 市教育局表示波尔从2019年的9月以来一直在学校任教 据知她在本月16日和22日下课后 在施加车里和这名学生见面 然后开车到克拉伦斯和兰德尔大道附近的一个偏僻地方抢奸她 当消息传出之后波尔已经立刻遭到教育局调离教室 市教育局卡南萨在周二遭到三名市教育局行政人员指控歧视白人 而遭到9000万元的所长起诉 卡南萨在昨天拒绝对此做出直接的回应 强调这些指控绝对不正确 卡南萨昨天在波朗市出行活动时宣布为市公共学生提供免费的夏季午餐 期间被记者问到有关于诉讼 卡南萨强调她是上年4月加入市教育局之后 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领导改革 着力寻找合适的人选 但只与种族无关 她指自己的工作重点是找到最有资格最热情 最注重学生的教育工作者 她补充指自己对于服务小孩的人士感到自豪 而室内70%的小孩都是黑人和棕色人种 这些小孩见到年长的行政人员和他们的样貌相似又有什么问题呢 此外她亦否认被指 在市教育局位于曼哈顿下城的总部队员工表示 选择加入她的平等计划或是离开走人 她称如果大家看一下数据 某些学生未得到公立学校系统的良好服务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他们的使命是为了110万学生中每一位提供服务 而如果议程并不是有关于服务学生 那么教育局可能是并不适合他们工作的地方 一名男子涉嫌在上周六 在威廉斯堡用螺丝起子袭击三名青少年 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有相关讯息 请与检查局联络 在上周六凌晨2点左右 一名16岁的男青年和他两名分别为16和17岁的女性朋友 一起乘坐地铁时 有一名男子因为令他们其中一个人感到不适 因而发生口角 据警方透露 他们随后离开了威廉斯堡的地铁 在法兰森大道和百老汇的交界遭到袭击 当局表示 这名男子相信是使用了螺丝起子 攻击男青年的后脑勺以及身体 并且刺伤了16岁的女青年的手背 和17岁的女青年的身体 他们事后自行走到医院 现在情况稳定 警方悬赏2500元弃拿疑犯 呼吁任何人如果有相关信息 请致面扑面罪行热线 1800-577-847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热线